換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質量5M的這個台車 禁止以光滑的水平地面 車上有兩個質量皆為M的人 每人以水平速度V 相對個人跳車後的車速跳下 則在以下兩種情況下 跳車的車速何則較大 第一種情況是兩個一起跳 第二種情況是一次跳一個 那麼哪種情況 這個車後的速度較大 這個很難看出來 我們來算算看 第一種情況是兩個一起跳下 兩個一起跳下 我假設他的速度是V人 那就是V人 2M 我就是2M V人 這是跳下的動量 加上車子後退的動量 就5M V車 這個等於0 因為一開始 沒有動 再來的話 他們的相對速度是V V人 就V人 減掉V車 這個等於V 把那種M把它消掉 那我現在要把人的速度消掉 乘以2 留下車子的速度 1-2 加上5-2 減掉5-2 就是7 V車 等於多少呢 等於2V 也就是說 兩個一起跳的車子的速度 7回是2V 一個一個跳的呢 第一個跳下來的話 MV了 加上這兩個一起後退 6M V車 這是T一次跳的 系統總動量等於0 然後相對速度 減掉V車 這個是等於V 好,那我現在把這個消掉一減 就得到7V車 7V車的話等於多少呢 等於V 也就是說車子的速度 第一次跳的時候 車子的速度 是等於7V 現在呢 第二次跳 第二次跳的話 MV 第二個人跳下來 加上多少呢 加上5M V車 這個等於原來動量 原來的話 是6M 乘以車的速度是7V 第二個消費速度是V V2 減掉V車 等於V 那我把這個M消掉 那我現在要求車的速度 我給一減 你的速度消掉 這變成6V車 給多少一減 乘7V 減1 減1 等於7V是乎8 7V是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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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V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想得到 23得6 24得8 所以V車 所以V車 這第二次跳的時候 車子速度 3 721 分之內 互4 V 那現在 跟這個做比較一下 做比較一下的話 這個是等多啥呢 23得6 22得4 嗯 3721 那我把這個 這是 21分多啥 給他乘以 乘以3 這乘以3 這乘以3 乎6 好 所以這個速度 比這個速度大 舉絕對值的時候 所以答案的話 應該什麼 應該是這個啦 兩個一起跳的時候 兩個一起跳的時候 速度比較大 一個一個跳的話 後退速度比較小 所以答案應該選E T